要说艺术界谁最虚伪 罗丹绝对算一个 要论谁最悲惨 那卡米尔也一定是榜上有名 他们是一对忘年恋人 相差24岁 罗丹嘴上说爱着卡米尔 其实对他进行PUA 让他做了自己15年的地下情人 还霸占他的工作成果 污蔑他抄袭自己的作品 最后将他送进疯人院 19岁时 卡米尔来到罗丹工作室做学徒 为了感谢罗丹 就送了他一个雕像 罗丹一下子被惊呆了 他想不到这个年轻女孩 竟有如此天赋 于是想留他做助手 一开始卡米尔拒绝了 罗丹还亲自跑到他家里去说服他 看到43岁的大师这么有诚意 卡米尔很受感动 就答应留下给他做助手 一当就是15年 后来他们相爱了 罗丹总是在他耳边不停地给他洗脑说 我爱你 你是我的晨妻 但迫于世俗压力 太抱歉了 我不能娶你 你看 罗丹就这样 一边享受着卡米尔的才华 一边告诉卡米尔 婚姻不是爱情的唯一重点 卡米尔相信了 毫无怨言地帮罗丹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的传世作品 但罗丹为了控制他 竟然一次都没有给过他工资 一直跟他说 你不需要钱 我会养你 还让他多次流产 哪怕卡米尔苦苦恳求 罗丹也一次都没有心软过 最后卡米尔心灰意冷 离开了罗丹 走在街上 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身上是破破烂烂的工装 原来他已经好多年没有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离开罗丹后 卡米尔疯狂创作 他憋着一口气 想和罗丹一争高下 也做出了很多被大众认可的作品 但罗丹却坐不住了 因为卡米尔的作品和他的太像了 他害怕别人知道 原来他的才华都是靠着自己的情人 所以他跳出来不要脸地说 卡米尔抄袭了他的作品 被昔日的爱人这样打压和污蔑 卡米尔彻底容忍 他总觉得罗丹要害人 要偷走他的作品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作品都砸了 最终被送进封门门 一关就是三十年 直到死去 无人来看他 卡米尔凄苦的一生就这样结束 可笑的是 他们共同的朋友还曾写信给卡米尔说 罗丹为您哭泣 您得原谅他 但卡米尔这被埋没的一生 不怪他 又还能怪谁呢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艺术家的故事 关注我